意识到了这一点 现在许多小伙伴都选择了去修这一行 除了修车以外 这次店里面洗车也是很常见的 当然不同的店有不同的价格 对一般的车主来说 提个二十几块的车就可以了 或者好一点两百块钱 当然也有更贵的 但基本上是开豪车的人才会选择 价格至少好几万 不过贵也有他贵的道理 不仅服务态度好 洗车的技术和用在车上的产品也是非常好 不像那么便宜的 给了钱连正眼看你一眼都不会看 简单来说就是瞧不起可能 这不在前不久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男子在一家修一场洗车 洗车工用清水冲了一下 就这样想打发车主离开 车主倦状便要求洗车工徒息洗一遍 可谁知洗车工对着车主怒吼道 几十万的破车有什么好洗的 这句话车底激怒了男子 于是上车起了车子撞击洗车工 但男子还是觉得不解气 就这样将洗车工来回碾压了四次 洗车工也是当场被碾死 此视频在网上报告后 一直引起了网友们的评论 有网友说到这车主太变态了 就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大发脾气 这种人应该判死刑 以免出来祸害人 还有网友说到 洗车工也不是什么好 之后